第706章 八景宫主人的威士 玄都洞净土 紫盐耸立 盐碧光洁 龙草生长 深枝土锐 麒麟毒卧青石虾 银链垂落 阴云蒸腾 灵琴飞舞 老药芬芳 这一日 大清圣境内 九位县市的八景宫突然出现了 紫瓦流光 古殿迷蒙 像是坐落在三十三层天外忽然而出 一个相貌普通 身材不高 无论怎样看都很平凡的男子走了出来 眼角眉梢间又与死去的隐天志有些相似 他轻轻一声叹息 立身太清圣境中 站在八景宫前 盯着玄都洞外的断衫 天志死了 我将你宠坏了 你飞扬跋扈 我知你早晚会吃大亏 我曾想 这一次 却是死别 说到这里 他的眸子一下子凌厉了起来 一扫方才的平和 如两盏神灯一样 射出两条数十里长的神盲 同一时间 紫气浩荡 直上云天三千里 他被无穷紫气所笼罩 如一尊圣人一样 深不可测 天志有错 但毕竟是我的弟弟 不能白死 他话语平和 但是却相当的惊人 在大荒中都可听到 也不知道传出去了多少里 这一日 八景宫的主人尹天德 出关一线 只说了一句话 要杀一个人 打出一幅画卷 呈现而出 仅此而已 却令各方震动 尹天德 一个神秘而强大的青年强者 十年前就已大败各方教主 没有人知晓其来历 同一年 更是入主尘封已久的八景宫 成为了太清圣经的主人 震动天下 两千多年前 一个奇牛的老道士 曾踏星空而来 开辟玄渡洞 筑成八景宫 子气浩荡三万里 这里成为了一处神土 没有人知晓那个名为老子的人有多么强大 最终不知所踪 空流一处秘境 许多人都曾寻找过 都无功而返 最终曾大败各方教主的一代年轻俏主尹天德 承载天地大气运 路径而过时 入主八景宫 十年过去了 人们早已不知晓 这位如神话传说中的大帝一样崛起的青年 到底多么强大了 而今他这样出关 只吐出一眼要杀一个人 自然引动了八方瞩目 不过 他并没有亲自出来 又一次去必死关了 修为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 他是不想浪费一丝的世界 然而 他以这样开口 必有人会为他出手 他的崛起无人可大 有一些大势力与他交好 不用其动手就会完成这一切 所有人都知晓 画卷上那个年轻人危险了 多半等不到尹天德出关 就会被人斩下头来 好大的气场 一言出四方洞 要堪比圣人的威势了吗 叶凡嘴角 擒着一丝冷笑 距离圣人一战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古船一去不复返 只有一块燃有人族圣血的紫铜块坠落在大地上 那一战过后 人族大圣老疯子再也没有出现 叶凡仰天悲叹 他知晓那是一个血淋淋的结局 老疯子没有让一个泰国祖王归来 用他的鲜血洒长空 换来了人族的安宁 然而 人们却再也难以见到他了 圣人是长歌当哭 不过 时间可以抹平一气 仅一个月过去 大地上便又平静了下来 这一个月来 叶凡在大地上行走 去了解这个世界 打探太清圣经玄都洞八景宫 终于有了一定的认知 期间 他也在竭尽所能 炼化一块干涸的神缘壳 不想将来出现大祸 数年前 他从北斗古城的荒谷祭坛进入星空后 第一次遭遇子童战船时 曾带出了一具龙手人身的尸体 而今想来 太古王根本未绝命 不过却命缘干涸的不成样子了 仅还有最后的一丝生命奇迹 这是大坏 一旦给其机会 得到精气补充 将来多半会复原 不过 让他稍稍心安的是 那个古王不能主动吸收到生命精气 只要他阵锋的好 应该无法复活过来 一个月来 他一边修行 一边也斗战圣诀 演化黑洞 吞噬神缘壳 夺取内运的最后一次生命奇迹 想让此生永无复生之希望 十年前 隐天德拜进各方教主 而后 得太清圣经八经宫的传承 而今 也不知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那个人大杀其地 难道是些命长吗 连玄都洞的主人都敢惹 无法理解 紫薇古行域 卢州许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发表不同的看法 叶凡才来紫薇古行域不久 其形貌快速传遍了这一周 无显赫大战 却成为了一个明冻一方的人 当然 却不是什么辉光 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必死之人了 得罪了卢州的一代天娇尹天德 几乎等于死了一半 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叶凡心情不是很好 老风在血染天外 一场注定的结局 让他难以平复情绪 为这颗古星付出了那样的代价 他也曾出过一些力 不想 却与一个强势人物有了仇怨 其他人也要出手杀他 当然 那一战见过叶凡的人不多 唯有天元城的一些人跟了下去 见到了圣人之威 留意了叶凡几言 有些眼熟 人族大圣对抗太古祖王时 这个年轻人出手过 送出了黑葫芦 好像是他 却有些相似 天元城有几位教主心头敬意 尹天德要杀的人 被汇成了一张画卷传了出来 与当日所见的年轻人几乎一样 他们有疑问 却也不会改变什么 卢州其他地域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晓 全都在静观 尹天德有几位结败的兄弟 可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一个为太阴神子端木鸣 另一个为佛桑神术国金乌一族的六太子路亚 还有一个为明领上古道官的三雀道人 这几个人可都是不得了的人雄 在尹天德必死官不能出手的前提下 多半会带起杀了那个年轻人呢 人们议论 皆喊敬畏 太阴神子端木鸣 金乌六太子路亚 明领上古道官的三雀道人 为紫薇古兴玉的翘楚 分处在不同的大洲 早已名动天下 皆有天大的来头 据说金乌六太子路亚 因事路过卢州 你们说他会不会驻足 专门为了斩那个年轻的人而听下 明领上古道官的三雀道人也可能会来 据说要护送半叶神秘经文 去仁王殿交换另半叶 路过卢州时他会不会出手 叶凡德西这一切 不禁皱了皱眉头 光听那些人的名号 就知道肯定有大来历 金乌一族的太子 居于扶桑神树上 难道是上古神话中的那一族不成 他摇了摇头 觉得不太可能 明领一座上古的道官 那半叶经文要这样固执 能有多么的不凡呢 要与仁王殿互换 难道是先经不成 叶凡虽然促眉 但却也没有任何具意 而今他也是圣主级人物 炼有骨精肉壳无皮 没有必要憋屈地活着 我即便流落在了神话传说中的 紫微古形语 也不是任人欺凌的 这处古老的生命原地 没有集到底兵 但却极度凡胜 有各宗古法传承久远 若是想魔力自身 实为神地 成为圣主级人物后 最怕的就是帝兵的威慑 而今无这样悬在头上的 至尊圣物 他有形的觉 天下都可取的 紫微古形语 在古中国早有流传 各种传说很多 叶凡猜测 当有一条古路 将两个地方连起来 他想寻出 同时他还有一种猜测 北斗形语不缺几道兵器 多半于紫微古形语 甚至其他古地的地兵消失有关 北斗多半有不为人知的迷信 也许这个地方 又连向那片星域的古路 无论是回到故乡 还是横渡回北斗古星域 或许都可以在这颗古星上 寻到古路 新郎山一处威名赫赫之地 自古至今已经诞生过七代天狼 为妖族的一处圣地 而今天狼山的主人老狼神 如日中天深不可测 在庐州有很大的威名 在这一日迎来了他 化形成人后的两千八百岁大寿 卢州许多大教都有人来贺收 其中不乏一些教主亲临 是一场难得的盛会 叶凡也来了 远望天狼山 巍峨雄浑 清气蒸腾 同时有无比壮丽 许多千丈大瀑布垂落 崖壁间生长有古神树 仔细观看 这片古山如笑月的神狼 横跟前方 拥有一缕不朽的神性力量 那硕大的山崖裂骨 如狼嘴一样在吞吐精华 今日天狼山进出的人很多 全都是为老狼神祝寿而来 皆是成名的强者 或者是各族的好奇之秀 叶凡以行字诀登天梯而来 使各种古镇如无物 一步一步渡过绝地 来到一片宏伟的山庄前 他虽然没有情帖 但是仅凭一种绝学 天狼门徒就不敢怠慢 就将他毕恭毕敬地 映了几句 化行2800年的老狼神 早有交代 但凡没有情帖者 以强横的实力 为自己进来的修饰 也一定要奉为贵客 人王殿也有人来 老狼神好大的面子 该殿有绝顶人物 为他来贺授 错了 这只是顺便而为 当时出来揭引明领 上古道观出来的三瘸道人 为了交换那半叶经文 仅是互换半叶经文而已 就让这两大神徒 这样的兴师度重 如此郑重 难道是半叶闲经不成 就在这时 几道太阳真火 划空而过 璀璨夺目 降落下来 几名金色羽衣的年轻人 一个个皆生有黄金长发 如神经筑成的一样 有金色火焰缭绕 连毛子都是金色的 此时山庄中来了很多人 非常热闹 有不少都是熊市一方的大人物 更是步伐绝顶教主 年轻一代就更不用说了 都是各族人节 但此时却都神色一变 许多人小心躲避 生怕与金屋族的 这几名年轻人发生碰撞 这是金屋族六太子 鹿鸦的人 他果然来了 要停在卢州 帮自己的结拜兄弟 引天德出手吗 人们感受到了 一种紧张的气氛 所有人都知道 卢州多半不平静了 刷 金屋族一个年轻人 打开一张画卷 道 这个人来了吗 大声问旁边的人 正是叶凡的画卷 没见到 有人打道 不愿多事 就知道他不敢来 柳太子所过之处 他只能避退 谁敢应奉 其中一个金屋族的年轻人 无比自负的冷笑 第707章 金屋十太子 天狼古山草木很少 即便有 也是一些古灵树 这是一处山古石山 吞天地精气 据神月之华 纳天日之经 盛气征腾 山庄前 几位金色长发披肩的年轻人 一个个都很英挺 如几个黄金人 金色的瞳孔 射出太阳真火 朔朔一人 金屋一组天生火体 个个都很强大 少有人愿意惹 他们棄居在扶桑神树上 吞吐太阳精华 一个个都内运火精 强横无比 天火一烧 万物成灰 不过 这里毕竟是天狼山庄 他们也不敢无理 只是站在庄外 想要进去 也要按规矩来 刘太子 来了吗 一位教主问道 虽为老辈 但却也知道 鹿鸦的厉害 我家主人还未治 有要事 无法脱身 不过 我族九太子 会亲自赶来 为老郎神赫兽 一个金发年轻人 打道 金屋一组 十位太子 个个都是天纵之子 当中 又以鹿鸦太子为罪 一位教主赞道 当时金屋一组 无比强大 顶盛到了一个极点 十位太子 一个比一个可怕 有几人可杀圣主 金屋大太子 也就罢了 毕竟已经修到四十余载了 可是 就连他的兄弟们 也都如此 虽然是末法时代 天地规则大变 强者远不如蛮荒前 多于可怕 可金屋一族 却不在此 他们迎来了一个 让人不敢相信的盛事 一门十太子 各个威慑大地 所行所过之处 人人必退 金屋一族的老王 子嗣绝不少 但是 唯有达到圣主级 才有资格被称作太子 如此 足以说明了一切 往昔 有两三个太子 就很强大了 而金却一下子出现了十尊 鼎盛之士 可见一斑 叶凡在远处聆听 德西这一切后 心中同样很吃惊 他觉得不可思议 这太过梦幻了 一门十太子 怪不得就连路亚的手下前来 都让众人侧目 这样的鼓足 谁敢招人 六太子 真要替隐天德出手 有一个年轻人 小心地问道 八经公的主人 天纵之子 即可与我族的老王 坐而论道 使路亚太子的至教 自当出手 一个金屋族的年轻人 他道 提起隐天德 没有人不离人 深不可测 万教皆不怨热 不然 凭金屋一族的强势 怎么可能会与他结交 天狼山庄 以山石开凿而成 有一种特别的韵味 进出的人很多 无比的宏伟 占地极光 九太子 什么时候来 一位教主问道 对于强大的金屋一族 许多人都想处理好关系 我族九太子 大概稍晚是会到 去准备了一宗礼物 金屋族一人答道 实在太客气了 九太子能来就好 何须如此 老狼神的一个弟子出来 含笑说道 对于这些人很客气 命人将他们迎了进去 山庄内 山庄内很朴素 但却不简陋 实功宏伟 严甸巨大 气势雄魂 早已来了很多人 都是一方的杰出强者 在这里遇到 遗教之主 以及天资惊人的奇才 不足为奇 咦 忽然 金屋族的一个年轻人 见到了不远处的叶帆 猝起了眉头 唰的一声 将手中的画卷展开了 很像 眼角眉梢几乎一样 不过 却没有那么落魄 一个金发年轻人 惊异 他不止六太子 要路过卢州吗 可能会出现在天狼山 他还敢来此 另一个人 金色的瞳孔 射出两道金芒 这几人快速走了过来 来到了一直很低调 坐在庭院角落里 赏景饮茶的 叶帆进前 盯住了他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一个金色瞳孔的年轻人 沉声问道 叶帆看了他们一眼 道 我来此时刻 你们是此地的主人吗 在审问犯人吗 哼 一名金屋冷横 脸上浮现出了一层金气 一下子就逼了过来 神色很不善 盯着他 看个不停 另一名年岁稍长的金屋 拦住了他 为让他轻举妄动 客气地问道 这位朋友莫怪 请问您是 叶帆 叶帆将茶杯放在石桌上 抬起了头 黑发散开 露出了真容 惊得金屋族几个年轻人 全都蹬蹬蹬后腿 是你 竟敢来这里 真是好大的胆子 六胎子要路过此地 居然没有躲避 敢真身来此 几只金屋当时就叫了起来 引起许多人侧目 怪异地弯了过来 叶帆一巴掌拍出 将一个用手点指他的金屋 拍飞了出去 骨头碎裂 金色血液飞溅 很是吓人 我在此吃茶 你们也来烦扰 真是过躁 你们的六胎子路过此地 都要让我回避 到底是谁嚣张 叶帆平淡地问道 几只金屋早已化形成人 实力都很不凡 但此时却神色难看 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他们看出来了 这个人很可怕 绝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即便身上有专门 为对付他准备的禁忌 也没有把握 怎么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讲话说清楚 叶帆站了起来 一步迈出 满园皆振 一道光木 截住了几人的去路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一个金屋客道 但快速被令纪人拉住了 让他不要出声 叶帆顿时笑了 道 我欺人太甚 是你们这一族强势惯了吧 无故来盘问我 现在反而委屈了 这时许多人都被惊动了 全都朝这个庭园赶来 远远的围观 不乏年轻俊杰与教主级人物 什么 他是那个 斩了隐天德亲帝的人 是他 没有错 与那画像 还像啊 连八经宫的主人的弟弟都敢杀 真是让人吃惊 他到底什么来头 所有人都露出了异色 全都在观望 最近十年来 八经宫的主人 虽然没有出事 但是却威慑四方 金屋族强大无比 而眼前的人 却也敢随意的拘禁 一看就不是一个受气的主 想来很不凡 人们预感到 将来也许会有一场龙争虎动 卢州可能会因此而动乱 发生大波澜 卢亚太子 虽然没有来 但不是说了吗 一会儿 金屋族的九太子会前来合授 一场大战 很快就会上岩了 这个人敢来此 不像是一个吃亏的主 绝不会忍气 真可能会有一战 叶凡一个人 站在那里 令几名画龙秘境的金屋 难以动待一心 这些人也都划兴几十年了 自身修为不弱 但却无力反抗 朋友 我们纵然言语有些得罪 但却也没有出手 你不该在老狼神的寿宴上 这样做 一个金屋 尽量让自己平静 是吗 你们手持画卷寻到此地 不就是想让你们的主人来处我吗 这有什么区别吗 叶凡挂着一缕默然的笑容 你敢乱来 九太子马上就到了 鹿鸭太子也会路过 也走不错 另一个金屋教导 对此 叶凡懒得多说什么 一只大脚踏了过去 踩着他的脸 落到了地上 琵琶作响 其骨头断裂多处 你真想与我金屋一族对立 成为大敌不成 另一只金屋 喝道 砰 这一次叶凡更干脆 一巴掌将其头颅拍进胸腔中一半 嘴巴被堵住 眼睛还露在外面 敌对与否 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与我无关 叶凡冷笑 无所谓的说道 别拿你们金屋族来压我 算不得什么 古地好人来了 其我 也会如此 在于脚下 众人心惊 全都露出了一锁 盯着铲钟 没有想到 叶凡敢如此 说出这样的话来 而今 谁人不知 金屋一族 十太子 鼎盛至今 开穿古今 未有之盛况 再加上老辈高手 简直吓人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老狼神的一名弟子走来 年近三十岁 一身轻衣 神色平淡 出演道 这位朋友还请留情 今日是家师的大寿 莫要伤势 这是老狼神的关门弟子 据传修为惊人 一身天狼进 倚入画镜 而今 天狼山年轻一代 全靠他挑大梁子 将来 可能是天狼一脉的继承人 许多人心中一惊 没有想到 郎天也来了 亲自出面挑剔 好 我也不是一个 喜欢盛世的人 那就饶过他们的性命吧 叶凡说道 而后快速出手 在寄人身上 各点入一道金光 发出一阵碎裂的声响 你 飞了我们 你是在与金屋族为敌 日后 天下将无你容身之地 几只金屋 快疯狂了 一身修为被废 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我只是斩你们十年功 并非废掉 不过看来出手轻了 你们强势惯了 到了现在还敢如此 叶凡沉下了脸 这一切太快了 方才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即便是郎天也 想阻止都不能 让众人看到 叶凡修为可怕的一面 够了 朋友 你出手已经过分了 到此为止吧 郎天也 脸色不是还好看 你们再敢吐出一个字 我利弊你们 立刻给我滚 叶凡平静地开口 几个金屋族的年轻人 脸色雪白 再也不敢多说一言 全都投也不回地 冲了出去 入惊弓之鸟 就在这一日 紫薇古兴玉的修士 第一次记住了叶凡这个名字 而不仅是一幅画卷 还有他强势的手段 他原来叫叶凡呢 斩杀了尹天德的弟弟 对强势的金屋族也不退让 当场废了鹿鸦的手下 真是不凡 这个人 修为很可怕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为何 以前没有听说过 天狼山庄 所有人都在议论 不知其来历 半个时辰后 天狼古山脉外 有十几道金光 滑破长空 飞快接近 这是一群强大的金屋 报!金屋族九太子来贺哨 天狼族一名弟子大声禀告 四世很有压力 连话语都有些不动 天狼山庄外 有十几人站立 黄金长发披肩 金色瞳孔射人 如十几尊金色的神族强者 许多人都迎了出来 金屋一族太强势了 连很多教主都要攀附关系 一门十太子 未来的天下谁人可大 何人非了我的族人 金屋一族的九太子 大步而来 声音很冷 但却很平静 一些年轻的女修士 各派的一些惊艳的女弟子 还有几位圣女等 全都在注视与轻声议论 美眸泛出光彩 鹿鸭太子也来了 这时有人惊呼 第708章 镇压金屋太子 金屋一族十太子 一个比一个强 当中之最 当属老六路鸭 让许多教主都要低头 这是一只让人害怕的金屋 在年幼时就撕过蛟龙 杀过天鹏 天赋异禀 而今死在他手中的爵士教主 已经超过一手之数 他的双手血里里 自身实力极度强大 且有兄弟十人 一起出动 天下谁人敢惹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与隐天德 三缺道人 太阴神子 成为洁白兄弟 他们是紫薇古形与未来最可怕的几人 此时他一出现 自然惊动了很多人 连活化时都心头一跳 各方教主都要平背视之 尽管他还很年轻 许多女修士将目光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而今 鹿鸭还没有道理 金屋族的老王正在为其挑选 不少古教的天之娇女都有一些想法 不对 这是鹿鸭的一句话声 他的真身并没有前来 其中一位教主道 九太子并不介意鹿鸭抢走了他的风采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因为他早已习惯 这位六哥天纵之姿 自小到大都如此 两个人身材相仿 都很英挺 黄金长发飞舞 流动金光 金色瞳孔射出如利尖一样的神芒 他们并肩而行 如同两尊远古的黄金圣灵将士 雄伟而射人 黄金之气弥漫 金色火焰跳动 两位太子 狼天爷上前 迎接金屋族的人 尽管知道鹿鸭是化身 但却也不敢有一丝的势力 许多大人物都出来了 主动与金屋族的两位太子打招呼 足以看出该族的强势 让人忌惮到了何等地步 年轻一代 更是有不少人上前见礼 许多人都是指晚辈之礼 在鹿鸭的化身前 无比拘谨 是他们当中的哪个人 九太子一头黄金长发 如火一样在燃烧 让那名被废的金屋只认 他不在这里 前来迎接的修士中 有人小声地告知 好大的架子 九太子单单地道 而后他回头对那几个族人道 去将他叫出来 今日是老狼神的大寿 我不想在山庄中 大开杀戒 血进天狼山 众人心中里人 九太子非常的强势与伶俐 这是摆明上来杀人的 根本就不想多说什么 一些年轻的女子都露出了异色 金屋族太强大了 难怪有天之娇女 被一些长教送入该族联姻 同时人们也很吃惊 叶凡居然稳坐山庄中 根本就没有出来 连两位太子来了都平淡而对 几位被废掉的金屋 一个个都在咬牙 与不久前被赶走时大不相同 昂首阔步 冷笑连连 大步进入山庄内 醒夜的 你还真沉得住气 还在这里饮茶 当他们进入那座庭园时 有一次见到了夜凡 充满憨意 声音提高了八度 大声的喝道 我族九太子来了 鹿鸭太子化身也致 你与我金屋一族对敌 你 一凡看了他们一眼 只吐出了一个字道 喂 他像是赶苍蝇一样 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不想多看他们一眼 我族九太子让你出去见他 一只金屋开口 冷笑连连 忘记方才的教训了吧 夜凡 豁得抬起了头 打断了他的话 一只金色的大手挥出 几声响亮的耳光发出 几人满嘴 牙齿飞落 全都飞了出去 这种力量极大 他们连跃过了多重的院落 横飞出去三百丈远 坠落在庄园外面 跟死鱼一样的乱蹦乱滚 出几多金旗少 天狼山庄前 所有人都心惊 这真是不给金屋九太子 一点面子 进去传话的人 被人像扔死狗一样的丢了出来 金屋九太子脸色难看 他森然道 好大的架子 这是要让我去里面开杀戒吗 太子殿下 今日是我师尊的大兽 还望吸雷霆之怒 天狼也劝见 自然不希望出什么乱子 老狼神共参造化 我自不想坏其寿臣 只是此人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的行事 我不杀他 金屋之族都会怪我 金屋九太子道 错过今日如何 狼天也道 你还是让人去将他叫出来吧 就说我要见他 躲在山庄中寻求庇护无用 金屋九太子道 时间不长 天狼山庄的弟子前来见叶凡 硬着头皮开口 一些祝寿的修士跟了进来 都想看一看叶凡这次是否还会喊强势 让我去见他 什么金屋九太子 没听说过 想见我 让他自己过来 叶凡一口回绝 所有人都吃惊 连金屋九太子都未看在眼中 从没有听说过 这显然是一个强势的主必有一战 你 金屋九一个强者也跟了进来 听到此话变了颜色 你什么你 叶凡邪逆他 道 使你们强势官了吧 当自己是号令天下的大盛了吗 不是的话 立刻给我消失 金屋族这名修者是来摸虚实的 觉得叶凡很强大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砰 金屋九太子得心 一脚踏裂地面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进入天狼山庄 神色冷漠 黄金气 绕梯 在距庭园有段距离时 他停了下来 金色瞳孔中 飞出两道上百丈长的神芒 没入虚空 叶凡 你有什么事吗 叶凡稳坐十亿伤 窥然不动 手持茶杯 架子不小 我亲自来了 你却依然如此 金屋九太子 神色很冷烈 一步迈入了这座园子中 是你太将自己当作一回事了 让我去见你 你以为你是谁 一凡很单然 金屋九太子逼时了过来 有一种魔性的力量 眼神无比的灵力 道 希望你的实力与你的言行相符 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你失望于否 管我什么事 别说你来 就是你的老父金屋王来了 我也不会参见 少给我摆你的太子威风 我不认识你 叶凡相当的强势 针锋相对 金屋九太子 谋光射人 大步前进 逼了过来 居高临下 俯视叶凡 杀鸡毕露 所有人都很吃惊 叶凡这是摆明无拘金屋族 九太子来了 都依然这样 都未曾起身 就在这时 路亚终于第一次开口说话 一把拉住了金屋九太子 上前一步道 我现在有些欣赏你了 你欣赏我 却要来帮隐天德杀我 他自己都没有出怪 你倒是很积极 叶凡冷笑 此时我倒是想与你接交 可惜你杀了隐天德之地 真是让我遗憾 路亚摇头道 我杀他的弟弟 管你什么事 你们金屋族太自以为是了吧 真当能够主宰一切吗 叶凡出言道 六哥 多说什么 他非我族人 早已与金屋族为敌 送他上路吧 金屋九太子 喊声道 几位都请息怒 莫要在今日动手 狼天野道 神色有些不好看 我们去外面一战 不要坏了老狼神前辈的受贿 路亚很平和的开口 走吧 去外面 为你自己选一处葬身之地 极齿黄土足矣 金屋九太子 森然道 牙齿寒光闪动 你不过就是一只金色的乌鸦而已 别把自己当作一尊远古的圣人 叶凡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当今天下 有谁敢这样说金屋左 人们都很心惊 这个名为叶凡的修士 到底什么来历 天狼山庄外 叶凡独对十几只锦 神色平静 没有一丝紧张 独立一边 九太子 为我们报仇 一定要杀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恕我金屋族之危 被叶凡废掉的几人 有人咬牙开口 好 我先废掉他 为你们出气 而后再结果他的性命 金屋九太子开口 叶凡五指七章 射出几道金光 将那几人的额骨 全部动穿 当着金屋太子的面 毙掉了他们 女 好大的胆子 金屋九太子 何耻 人们吃惊 这是在赤裸裸的血面皮 当着九太子的面 杀了这几名金屋族的人 犹如在伤他的脸 金屋一座 出了十位太子 各个都是天纵之字 震撼天下 终于要见到他们出手了 天狼笑月台 是一座断山 像是以斧刃拦腰斩 断面开阔而平坦 以道文加持 为一座善骨遗存下来的盐武场 不知天高地厚 与我金屋族为敌 我送你三尺土坑 葬你残去 金屋九太子 极尽羞辱 上来就一巴掌 抽了过来 打向叶凡右脸 仰仗自己的金屋肉身 拥有极速与强横 要扇叶凡的耳光 啪 叶凡以金色大手迎击 发出一声响亮的声音 金色血液肥溅 金屋九太子的幼长 四分五裂被打了个粉碎 他一声长啸 断掌重生 化身一道金光冲了出去 流下一片金色的血液 人们吃惊 金屋族的肉身和气强横 居然一个照面就吃了大亏 这个人的体质得有多么的可怕呀 金屋九太子与叶凡的战斗爆发了 上来就站到了白热化 场面惊人 气惯长虹 日月无光 太阳真火吞天 勾动了日经 倾斜下漫天黄金圣火 化成一片无疆的火海 轻覆了乾坤 金屋九太子 再也不敢以肉身影机 不再尽身搏杀 以法力阵压 但是叶凡却依然不惧 一道黑色的胜利打出 嘶嘶嘞嘞嘞嘞嘞 将太阳真火都浇灭了 温度昼降 太阴胜利 这是他在练太阴与太阳古经时 所化生出来的至阴胜利 神能强大 可以灭太阳真火 突然 一片刺目的金光飞出 八十一杆金色的大旗 烈烈作响 以璀璨神金组成 连旗面都是黄金色 上绣神鸟金屋 排列虚空中 将叶返困在了里面 路亚的金屋大旗 人们吃惊 这可是有血淋淋的传说啊 昔年 路亚以此八十一杆金色大旗 曾同时困住绝顶五位教主 全都炼化 斩杀在里面 心血染长空 今日 他将此旗交给了金屋九太子 在对决时 涌了出来 一下子就将叶凡封锁在了当中 事已至此 人们心中都一谈 这是金屋族的宝旗 根本就破不了 内运金屋神镇 叶凡再强大 能比得上五位决顶教主吗 逼死无疑 就凭你也敢与我金屋族为敌 金屋九太子背负双手 立身在齐阵外 黄金长发飞舞 冷笑咧咧 被困金屋神镇中 就是活化石都逃不出来 他当然自傲与不屑 将叶凡当成了一个死人 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 叶凡脚踩行字绝 如入无人之境 几乎没有什么耽搁 就冲了出来 行字绝一成 上至九天 下至九幽 都可去得 什么都拦不住 叶凡观少年疯子施展 都涉及到了时间领域 受启发极大 理解更深了 轰六道轮回拳 身体施展 气吞山河 一往无前 天上地下 都难有逼逆者 这简直就是为叶凡 而开创的拳法 私有开辟六道之力 举世无双 狂力遂天 金屋九太子 化成一道金光躲避 但依然是一声大叫 半截身子被红断 金色血液飞溅 断替行飞了出去 惨不忍睹 人们大吃一惊 所有人都挤尽呆滞 这可是金屋十太子之一 可杀圣主 明懂天下 却落到了这一般天地 到了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醒 觉得严重低估了 这个来历不清的修士 这个名为叶凡的人 今日一战 注定要震动卢州 唯有天元城的一些教主 知其非凡 他们知晓 叶凡与老疯子是旧事 不过却一直没有说出来 啊 金屋九太子怒吼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金屋宝齐 神阵都没有拦住敌手 如履平地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叶凡冲天而起 行自绝无双 追了下去 即将碾上金屋九太子 举拳就要打出 路亚终于出手 虽微化身 但却可施展大神通 祭出一根金色的祖屋神鱼 一冲而过 拉起九太子就走 六个桃什么 年轻一代 除去隐天得外 你当事无敌 一日连斩五大教主 谁与争锋 毕掉他 金屋九太子大叫 我真身未知 化身不足两成战力 先离开这里再说 路亚终 金屋宝齐 无法困杀敌手 也超出了他的预料 我不干啊 竟然要拜逃 金屋九太子 欲获攻心 大口地吐息 叶凡立身在虚空中 没有追下去 取出一张宝宫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开始拉弓 壮弱满月 正是万山宫 所有人都震惊 全都盯着空中 第七百零九章 乌血染青天 天狼笑月台 寸草不生 唯一座巨大的断山 但却高于万丈 断面平坦开阔无比 此时上面染有金色的血液 还有一地的碎石块 以及漫天的乱雨 纷纷扬扬 叶凡手持万山弓 壮弱满月 发出一种强烈的杀气 到处都是杀光 直抵云端 金屋族的人上前阻挡 连被射杀 叶凡 你要与我金屋一族 为勇士之敌吗 一只老金屋大吼 为仙台一层天的 绝颠的人物 只差半步 就成为了一尊大能 叶凡对此没有一句话 犹如方才那般 万共涉天穷 以天地之精 凝成了神剑 长达几十里 穿空而上 神剑发出一声魔音 光芒炽烈 让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无法正视 如十万颗恒星汇聚而成 永照乾坤日月 一道血光飞起 老金屋一声大叫 当场被冻穿 根本必无可避 躲无可躲 他的尸体被剑 裂成了十几块 混着金屋血 坠落了下来 砰 天狼笑月台 又多了一大片金色的血质 与石块 触目惊心 这已经是他射杀的 第五支金屋 行夜道 与我金屋族为敌 你将会被十位太子追杀 涌夺猎狱 成为集会 另一人在临死前大叫 他的身体被神剑射穿 尸体裂开 坠落了下来 鲜血淋漓 这是一片染血的天空 远处人们心惊肉跳 夜凡百无禁忌 无情的出手 就像是在射大雕一样 根本没将他们当成最可怕的一族 另一边 金屋九太子与路亚也未能走了 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被足足的一百零八道神剑追杆 乱剑穿空 每一道都长达十几里 将一片天空完全的射碎了 他们永不停息 不射中目标 会长时间的飞下去 很难耗尽惊奇 这就是万山宫 非常可怕的一种秘兵 当夜凡可与圣主并论后 发挥出的威力 也不知比以前强盛了多少倍 射杀敌人更犀利了 此前金屋九太子被叶凡以六道轮回拳 轰断半截身子 这时已经生长了出来 但是却元气大伤 万山宫百剑齐发 舍乱天地 上百道十几里长的剑芒 交织成了一片金色的法则 将其包围 挣脱不出 金屋九太子大叫 第二次被射穿 一条手臂粉碎 成为金色的血泥 碎骨坠落 惨不忍睹 该死的 他乱发飞舞 自出生以来 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连遭住窗 路亚也是神色凝重 毕竟只是一句话身 他张口长笑 亲自祭出金屋宝旗 八十一杆黄金大旗烈烈 遮天蔽日 宝旗飘斩 黄金神光 淹没虚空 成为了八十一道大门 关闭了此地 阻挡神剑 演化一方自在天 以太阳真火焚烧 化尽万物 路亚喝道 金屋九太子赵作 河道炼火 入虚极 太阳真火 普照四方 烧灼万物 八十一杆黄金大旗 哗啦啦飞舞 如成天支柱一样 黏着开天的八十一片金色云朵 粉碎一切 上百道神剑被挡在了外面 无法进入 可以说 这宗宝旗非常的可怕 不然 昔日也不可能同时 让五位爵士教主 惨死当中 血剑大旗 端空为牢 自负手脚 叶凡一步就登上了高天 行字诀 感悟加深 速度越发的快了 这八十一杆金屋大旗 挡不住他 他只身杀入了进去 要在里面射杀 两位太子 一身杀气 青天乱颤 走 路牙变色 这根本不是办法 暂时断空为牢 只能是引咎之客 敌人可越保其强 如入无人之境 这是一场速度的比拼 两只金屋拥有极速 天下几乎没有极人可追上 这是种族上的优势 若说起来 也唯有天鹏一族可以媲美 超越凡尘 但是今日却被叶凡快速拉近距离 眨眼截住了去路 这是什么速度 不光两位金屋太子吃惊 就是其他教主也都变色 一步登天上 三步追金屋 简直吓人 我去与他对决 真正实力不见得弱于他 金屋九太子神色猙獰 他不想被人乱剑射杀 掉头回来 想要鱼死网破一战 现在没有时间与你浪费 叶凡驻足长空上 吃万山公舍上 此时的一百多只神剑也冲了过来 花成一片惊天长虹 五色冲天 绚烂夺目 如一颗颗星辰滑破宇宙 金屋九太子大叫 以金氏大法力 强行碾碎九十道神剑 花成粉末冲了过来 但是在这过程中 他身中十几剑 几乎被射烂 强行以金屋血 粘住了肉身 没有碎裂 行业大 金屋九太子浑身是血 十几个前后透亮的大多 看起来有些瘆人 劈头散发冲了过来 鱼死网破 要拉上地手 他虽然元气大伤 但是拼死之下 强行提升浑身 祖乌精气也很可怕 又不是战力 天空中 一只金屋拍斥几天 花成庞大的 乌身与叶凡击战 乱雨纷飞 金血飞剑 人们痴惊 金屋九太子 果然有杀圣主的实力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这样的勇猛 有如此可怕的战力 结束吧 送你上路 激战片刻后 叶凡一声大吼 他浑身如神经筑成一样 寸寸晶莹 发出万丈光芒 将漫天的神剑 凝聚在一起 成为了一杆金色的绽毛 穿透云霄 他写万钧之事 双手持通天的金色绽毛 自那无尽仓空上 俯冲了下来 同金色长矛相比 他显得很渺小 但却有气吞山河之事 满头无法倒入 金色的毛风 如机乱移 刺入那只双翅基天的 巨大金屋的头颅中 摸顶而入 洞窜天灵盖 啊 金屋九太子 发出最后的一声惨叫 庞大的尸体 被一根巨大的战毛 穿透 急坠而下 定在了下方的 天狼笑语台上 血染长空 漫天金色羽毛飞舞 根根染血 尸体横尘 金屋族的继承者之一 绝命天狼山上 四方强者 十方雄主 全都震惊 金屋族的一位太子 被人杀了 干脆而愣哭 死了 赫赫有名 威慑大地上的一位太子 就这么死了 没有人不惊喊 这必然会引发 金屋一族的滔天大怒 这是清尽四海之水 也无法洗脱的大罪 人们全都盯住了叶凡 真敢出手啊 迷一样的男子 到底来自何方 敢向金屋族的太子会道 毫不留情的斩杀 到底有怎样的来历 天狼山沸腾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叶凡的身上 后起之秀 天之娇女等 全都不能平静 路牙太子在干什么 人们惊异 只见一只金屋 浑身血液燃烧 仰天长啸 强行将八十一杆 黄金大旗插入了身体中 在其地被杀的过程中 他眼神冷烈 根本没有阻止 强行做了这件事 化开一根祖乌金鱼 加持自身神力 金屋族远古是一味大胜的一根神鱼 还有一丝胜利 炼入了体内 那八十一杆黄金大旗 被其当成了羽毛 熔炼到了身上了 路牙一声长啸 冲天而起 向叶凡扑杀来 逃走是无用的 敌手的速度太快了 叶凡 我一两城战力 与你一战 声音如雷鸣 在长空中浩荡 让整片天狼山脉 都一阵的颤抖 隆隆作响 路牙展翅击天 扶摇直上三千里 金色的身躯如黄金铸成 碧逆天下 让许多教主都心中发凉 这就是路牙 金屋一门十太子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妖中之王 皆可杀圣主 当中以老六为罪 号称未来妖族第一人 此时他为化身 以两城战力迎敌 就以堪比一方教主 端的是害人之急 漫天神语飞舞 八十一杆黄金宝旗 炼化进他的身体中 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万山宫之剑刺不进去了 这是一场激烈的大战 路牙的一缕化身 根本不能以常理肚致 所展现出的都是山谷大神通 十日其处 十轮太阳升空 一片蛮光大地 呈现其背后 万兽奔走 巨月摇动 十轮天日横空 烧毁一切 人王印 叶凡化成人族之王 矗立天地金 这是人族与金屋族的战斗 一只大手拍下 击落十日 粉碎门荒古地 火光飞舞 烟没缠空 烧得乾坤 火红一片 如一座大熔炉 什么都被粉碎 扶桑天下 路牙又是一声大鹤 一株金色的古墓 缭绕混沌 照破天地 再开辟一个小世界 万丈金光起 巨大的不死神术生长 无穷金色叶片 摇下成千上万道神灰 镇压叶凡 一间天外 挂弓扶桑 叶凡一声大吼 眉心中射出一道金色的神剑 斩破这个小世界 气冲斗牛 直达天外 他的手中 万山公光滑汹涌 被当作兵器打出 击在扶桑古墓上 发出一声巨响 千万金色神叶凌乱 两人对决 路牙手段无穷 都是善谷不传之命 震惊世人 妖神吞天 一尊妖族神奇 在其背后浮现 耸立天地间 一只手 就遮蔽了苍穹 立压天狼山 顽骨一气化清天 他一气化清天 均临大地上 要将叶凡 炼化 路牙手段层出不穷 各种古法 京士 但可惜 终究是一具化身 被叶凡一一破纸 啊 路牙一声大叫 索好法力过拒 插在身上的八十一杆 黄金大旗开始 脱落 带出大片的血化 该结束了 叶凡一声大喝 六道轮回拳 这一盖世拳法轰出 气吞山河 威压天地 叶凡如神魔一样 冲了过去 崩毁一切 路牙一声惨叫 下半截身子消失 被生生极端 金色血液肥溅 叶凡一声大吼 一步登天而上 将路牙紧余下的半截身子 思维两半 心血淋淋 满天飞洒 第七百一十场 万花丛中过 一条金光冲起 一道原神飞出 化成一只小金屋 振翅响天 叶凡右手探出 如苍龙腾空 一把抓了下来 金色原神挣扎 当即碎灭 成为一片烟霞 消散空中 遥远的北海 一片黑色的大洋中 路牙真身一阵 牟子射出两道犀利的神莽 摇望卢州 使谁杀了我的化身 黑色大洋中浪涛翻涌 有各种强大的骨兽出没 远比陆地危险 不乏山谷天骄一种 自大地消失后 连不死神药也绝迹了 而今传说中的唯一的不死神术 现端你 此事要解 日后再去聊英国 路牙真身一闪而没 消失在北海深处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天狼笑月台 八十一杆黄金大旗 从天空坠落而下 打在地上 蒸蒸作响 火星四剑 每一杆都熠熠生辉 路牙化身死了 被叶凡生生撕裂 但是这些宝旗 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一看就是神物 不然当年不可能 让五位教主血剑打起 金屋族的黄金宝旗 许多人眼睛当时就红了 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抢夺 昔年路牙以此横扫各域 所向披靡 路州许多人都心计 每一杆大旗都绣有一只金屋 色泽灿烂 栩栩如生 自古传到现在 一直没有毁掉 足以说明抱齐的不凡 而今人们虽然心动 却没有一个人去抢夺 因为那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谁得到都有大货 不说眼前的叶凡 实力深不可测 连斩两位金屋太子 就是想一想以后 也让人不敢乱动 金屋一族若是问罪 那将是天大的麻烦 多半会惹上一身心 断台上一片鸭去无声 人们知道 这一次将天捅破了 这个名为叶凡的年轻人 搅动了滔天的风铃 真以议金屋两太子授手 十几只金屋高手 分别被一箭射杀 这是一次大地震 将引发轩然大波 金屋一族何其强势 九太子被斩 他的那些哥哥 怎么可能会打药 人们仿佛已经见到 九屋奇出乱天下的局面 且该族的老金屋那是什么人 一个在年轻时 敢抢人王殿神语的狠茶子 而今公餐造化 无人知其有多么可怕 金屋族高手如约 绝顶强者辈出 将有一场大乱闹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个名为叶凡的年轻人 将掀起一场狂风暴雨 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此地不乏大叫的传人 也有一些天之骄女 看一向叶凡时 结露出异色 这是一个赶向金屋神朝出手的人 让他们难以平静 这一战天狼山庄震动 卢州修士大惊 叶凡这个名字 一战鸣动天下四方皆知 老狼神坐不住了 自一座古老的宫阙中走出 与几名身份下人的老修士 同出现亲离现场 人们惊呼 认出了当中的几位老人 其中一人是仁王殿的副殿主 已有三千一百岁高寿 其他人虽不认识 但可以想象 一定都身份惊人 都是这个级数的惊世人 不然怎么会走在一起呢 金屋祖死了两位太子 老狼神呆呆发愣 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谁都知道 事情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金屋祖肯定会有雷霆之怒 然而当事人却根本不在乎 降落在巨大的天台上 将九九八十一杆 黄金大旗收起 仔细观察 朔朔黄金光飞出 将叶凡通体照耀的一片晶莹 大旗招展 发出一种洪荒气息 上面的金屋 与透旗帜而出 叶凡心中惊讶 这可真是宝贝啊 难怪可困杀五位教主 他如果没有行字诀的话 封在旗阵中 多半也要隐瞰 这位道友 老狼神 斟酌言辞 是凭被口吻出言 但却不知说什么了 叶凡展现出了这样的实力 在场的人 自然都不愿得罪 找起麻烦 金屋祖自会出手的 别人可不想趟浑水 最终 人们回到了天狼山庄 寿宴开始了 许多人不时打凌叶凡 都觉得很怪异 但少有人敢与他坐在一起 人们知晓 这不是昙花一现 就是一带天交的崛起 若能扛住金屋一族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究竟是第二个隐天德 还是会英才早逝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兄台 你惹了大祸 却还如此的镇定 陪佛 终于一个身穿月白宝衣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恨是俊秀 你与我坐在一起 就不怕金屋族的人怪罪 叶凡笑道 这是一个笑起来很迷人的男子 对少女很有杀伤力 一嘴雪白的牙齿 如雅的举止 很有气质 不少人都忘了 尤其是一些女子 窃窃私语 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 我就是现在与你决战 金屋一族 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的 她白衣如画 风神如玉 笑容很有魅力 哦 这是为何 因为在下 是一个雅人 曾与金屋族的小公主 一同游历过一段时间 他们恨不得拔了我的皮 叶凡笑了 这个风流倜傍的白衣男子 果然有些个性于底气 在下 燕一戏 白衣男子自我介绍 道 天地良心 我真的没有做过 对不起金屋族的事 他就是大命定定的燕一戏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一戏公子就是他呀 六欲红尘度 无情心中修 一番心中吃惊 演习很不简单 单从人们的议论中 就可听出一样 只身度红尘 修一颗不动道心 这个人很强大 鹿鸦与三缺道人 曾先后追杀他八万里 都被他走脱了 是年轻一代的奇才 实力深不可测 叶凡听到那些议论 不禁笑了起来 道 你都做了什么 人神共分的事 让人这样的愤痕 我这个人 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尤其是美女 认为那是人世间 最美丽的风景 总是以欣赏的眼光 去看待 可却总是不被人理解 燕熙叹道 不就是一个淫贼吗 叶凡赴飞 难怪会被鹿鸦追杀 与金屋族小公主同行 这么混账的人 搁谁身上都要紧 不要以你那不纯净的眼神 来度量我无瑕的道歉 天地作证 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不起一个女子 燕熙叹道 叶凡从旁人的低声议论中了解到 此人倒也不下流 所交虽然尽是清城嘉丽 但却也不乱来 谈情论景 很有风度 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 倒是有情还无情 她偶有风流运势 在六欲红尘中练心 只为求道 不管怎样说 这是一个很非凡的奇才 所交尽是天下美女 很受女子欢迎 当然 也有人为其情商 更有人对她恨之入骨 生出过许多事端 叶兄 你杀了金屋九太子 就不怕大难临头吗 金屋族 族可以俯视天下呀 燕一熙微笑道 神秀外露 连你这与金屋族小公主 不清不白的人 都能够活下来 我的运气没那么差吧 叶凡笑道 我与金屋公主间 很纯洁 是 纯洁如纳冰雪 一余火就融化成了浑水 这些你去对路鸭说吧 虽然是初始 但叶凡对其印象并不坏 话语也没有什么顾忌 哎 这个世上 懂得欣赏美丽事物的人 总是被人误解 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哀 还是我的无奈 燕一熙道 世上有一种贼 被冠以彩花雅号 与你 惺惺相惜 不会缺少之印 真名是自风流 但却不下流 别将我与那群 没技术含量的人并论 燕一熙一本正经的反驳 远处很多人露出了怪异之色 轻声议论了起来 这两人坐到一起 让人感觉很意外 叶凶 你来天狼山庄 是为那一夜神灵古惊而来吗 燕一熙 举杯 轻声问道 什么 叶凡吃了一惊 你还真是十逢其辉呀 燕一熙惊 而后 姑能道 金武九太子 还真是倒霉催的 怎么遇到了你 神灵古惊 怎么回事 叶凡追问 据说啊 三缺道人 将写半叶经文 与人王殿的半叶进行交换 共参悟大道 明岭有一座 名为长生的上古道观 传承古老的 让人寻不到源头 历代就那么几人而已 但却极其强大 无人敢惹 相传 他们藏有半叶古境 极其神秘 云有无上道则 而人王殿也有半叶 据说 两者可以合一 拥有不死的奥义 长生不死 谁会想做到 可是自古至今 谁能如此啊 连古至大地都要死去 这些神秘古经 自然是引人瞩目 被所有的人惦记 如果不是长生古道观 与人王殿 自古长存 过于可怕 早就被人给抢走了 而今 残障将合一 自然举世瞩目 人王殿的副殿主 路过此地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 盯着他 叶以兮道 难道真是半夜 仙京不成 叶凡摸了摸下巴 望向天蓝骨雀 怎么样 行动了吧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相信一定会喊热闹 叶以兮 微笑道 叫上我一起去 你就不怕遇上金屋族的人 到时候 跟着我 倒大霉嘛 正是因为你更昭恨 我才要与你同行 真要是遭遇了他们 肯定会 舍我去追杀你吧 叶以兮笑道 如神域生霞 让临桌的几个少女 有些发呆 你这个阴贼 叶凡诅咒 骆星河 长达数十万里 在卢州很有名 相传 坠落进去过很多古星 河水 运星辰之力 每到夜晚 都熠熠生辉 这是一个月圆之夜 叶凡与燕一溪 坐在一夜偏周上 对月银酒 离开天蓝山庄 已经数日了 看来 我们没有走错方向 就是在这 洛星河上 你看 一些强大的修士 在出没 叶以兮道 忽然 天空中 飘落下漫天的花瓣 片片晶莹 在月华的照射下 分外的美丽 心相扑鼻 一辆如神月一样的 玉车横空而过 被漫天晶莹的花雨 所笼罩 掀起阴晕 在明月下 无比的梦幻 燕一溪 抬手望去 神色一样 像是在观看 世间最美丽的珍宝 怎么了 那是谁 叶凡问道 这是紫薇 古星玉 最美丽的女人 没有之意 她是当时的 第一美女 也是你的 不是大敌 足以将天下各路教主 压得喘不过气来的 阴天德的 未来道理 第七百一十一章 段木雅 明月夜 大河平缓 波光淋漓 漫天花瓣飞舞 在月怀下 片片晶莹 心香丝丝缕缕 进入鼻端 让人浑身毛孔的树杂 神月年 横空而过 被花语缭绕 灿灿生霞 在这明月下 如同一座广寒雀 出尘归吏 一轻舞 一个如洛神一样的女子 为紫薇古星玉 第一美人 无可正义 一些自负 风姿绝世的女子 在其面前都自惨心灰 她玉姬鲜骨 每次出行 都必引起轰动 无一例外 见其资荣者皆惊 疑似九天玄女转世 让人心惊摇曳 连活化时都怦然心动 对于此女 没有华丽的描述 也没有画卷 建筑于世 但其风姿 却焰惯人世间 如神月当空 悲人赤目 年轻一代 许多男子 都为其着迷 甚至因此 而发生了很多决斗 引发不少轩然大波 她出自广汉共 多少人上门提亲 都被婉拒 对于许多神朝的子弟来说 都渴望而不可及 燕一息 轻叹 广寒宫 这个古老的传承 让叶返心头一跳 无比的惊讶 问道 那为何成为了尹天德 未来的道理 叶兄 你对那位大敌了解太少了 不知道他究竟有多么可怕 尹天德足以震慑当事 燕一息道 这样抢道 当然 真正面对时 你会觉得更加的惊悚几分 燕一息 认真地告诫 叶凡摸了摸下巴 得到老子传承的人 懂得一气化三清 必是一个绝世高手 看来极度可怕 燕一息道 唯有尹天德一人 以傲视修为 只身独闯五万年来 无人可通过的先阙 连过一百零八座生死天官 京东广汉宫的太上教主出官 最终答应了其提亲 明月下 那辆神眼飞去 缭绕着漫天花瓣 带着无尽的清心 留下一片神秘的流光 可惜呀 如此天香角色 当时第一美人 竟要成为尹天德的道理了 燕一息 很遗憾 她打开一把折扇 上面金是美人 一个个沉鱼落雁之姿 碧月修华之帽 全都是国色天香 为当今最美的几名女人 当中 有一女子最特别 唯有一段朦胧的修长躯体 被雾气掩没 看不真实 不能得其形貌与神韵 这就是一清五 我虽然见过 但却无法将其描绘下来 成为了我的心魔 不能悔出 便不能正道 叶凡文言顿时笑了 道 你这淫贼 惦记尹天德的道理 就直说嘛 还这么的哀怨与期晚 唉 不要以你凡人的眼光 来理解我那无瑕的道谢 人海无量 知音难觅啊 燕一息道 呱呱呱 一只乌鸦飞过 在夜空中叫个不停 你的知音来了 叶凡大笑 然而燕一息 却变了眼色 沉声道 天妖姥姥的大弟子来了 天妖姥姥 叶凡心中一惊 对这四个字很敏感 不错 一个极度可怕的妖主 乃是一尊天妖铁 号称天妖姥姥 世人皆具 而今几乎没有人敢惹她 天妖姥姥有四大弟子 都已成名千年以上了 一个个法力逃天 虽然没有组建门派 但却让各方大叫都忌惮 一辆青铜骨车 载着一具老师飞天而过 吞吐月华 一群乌鸦为其拉车 充满了不祥 这是天妖姥姥的大弟子 邪师 相传是上古的博士强者 一退通灵而修成的 天妖姥姥拥有妖族中的极致体制 世间没有几人干扰 连其四大弟子 都成为了人人必退的人物 不多时 两人又见到了一些强人飞过 或妖气逃天 或法力如海 全都是教主级人物 毫无疑问 皆为一夜神灵古镜而来 全都想看个究竟 试一试有没有机会 一窥天际傲逼 断木崖是洛星河 要经过的一片险滩 礁石密布 水流湍积 河道下窄 当然 这对于修士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它的奇特之处 在于这里的一片木崖 由上古一株通天巨木 批断后形成 这样一片木崖 这得需要多粗的一株古树 叶范吃惊 河水湍积 一片黑色的崖壁 足有数百丈长 高更是达到了几千米 矗立在那里 不细看的与崖壁 没有什么区别 相传这是一株树 啊 历经百节 就是无法化形 最终被批死在了此地 据说与洛星河有关 内运有一枚真龙卵 将在万劫后出世 这个过程中 无人可再期盼正道 此时 断木崖附近人影绰绰 也不知道有多少高手隐符 全都在盯着绝崖上 人王殿 与上古长生关的人 真的来了 真要在此 交换古镜不成 叶茜吃了一惊 在黑色的断崖上 有一个老人 银发雪亮 精神绝朔 沐浴在月光下 跟一尊老仙翁一样 正是人王殿的副殿主 一个活了三千多岁的 活化石 精气神十足 那就是三雀道人 燕熙 神色凝重 为叶凡指点 一名年轻的道士 踏跃而来 月白色道衣 烈烈作响 上绣阴阳八卦图 如一面镜子一样 偶有光滑反射出 他肤色白皙 看起来很是俊朗 有出尘之姿 气质超越他的年龄 像是一个修行永久的 德道高人 道名三缺 共参造化 而今在这个年龄段 就已经可以代表 长生观出面 写神灵古经 这种无上的圣物而来 人王殿的副殿主 与三缺道士 站在断崖上 相对而立 竟以平背礼节相见 足以说明 三缺道人的可怕 哎 到底还是走漏了风上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谁在显示 人王殿的活化石 粗美 两人没有顿走 而是各自小心翼翼的取出一本木盒 皆样是古老雕龙楼凤 承在了掌心中 要进行交换 四野很静 唯有落星河奔流的声音 再无其他一点杂音 段木崖上 月光交接 两位爵士高手持木盒 同时向前递去 暗中也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全都大气都不敢出 耐心等待那一刻 看有没有机会 轰 突然 一只黑色的大手 自虚空中探出 将整片段木崖 都笼罩在了下方 要将三缺道士 与人王殿的活化石 一起抓走 这是什么人 敢同时对两位爵士高手出手 所有人都睁到了眼睛 砰 三缺道士与人王殿的老人 各自拍出一掌 同时收起木盒 大声呵斥 无声无息 虚空中出现一道黑色的大裂缝 又探出一只紫色的大手 向下抓来 夺取神灵古惊 呱呱呱 乌鸦鸣叫 拉着一辆铜车 载着一具老师出现 但出手时 却是四道人影 天妖姥姥四大弟子 竟然都来了 隐藏车内 一起出手 也参与了进来 天妖姥姥来了 还差不多 你们虽然堪比教主 但是还不行 一个清冷的声音传出 天空中 探下一只白色的大手 抓向段木崖 震飞了通车中的四个人 强者云巨 出手的最起码得是活化时期的人物 燕一熄 低声道 黑色的木崖成为一片乱地 虚空不断裂开 先是有大手探出 而后更是有人真身降临 那个人是吴岛缺 有人惊呼 认出其中一人的身份 乃是卢州最可怕的一位散修 曾于一夜间转站八千里 将两个大车上下灭了个干净 天狐商人 他不早已作画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又有一人被认出 竟是一位相传早已作画上千年的九尾天狐 妖族的一位爵士老妖主 实力深不可测 世人皆传 明岭的上古道观 以及最古老的传承人王殿 各自持有半叶经文 为神灵所著 有长生不死之密 故而今日引得最可怕的修士奇出现 砰 黑色的木崖 在诸多不是高手的对决下 轰然粉碎 漫天碎墨飞舞 这是一株古老的树王 自古长存 比岩石坚硬无数倍 大能都难以打猎 而今却毁掉了 一只紫色的大手 将一个冲飞上天空中的木盒一把夺去 当场阵列 但是里面是空的 上当了 另一个木盒也被人抢夺到手 打开后里面也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而此时 三雀道人与人王殿的老人 皆虚淡了下去 不过是一口先天元气所化 并非真身 该死的 消息是假的 他们没有来此交换 追 诸多高手 从天而起 消失在夜空中 传说中的爵士高手一走 视野人影戳戳 更多的人露出了行踪 那个神秘的夜姓高手也来了 斩杀金屋族的九太子与路鸭的化身后 他竟然还敢来这种地方 有人认出 不少人想落星河往来 奇怪啊 金屋一族今天没有一个人来 难道是得到了什么风声不长 知晓此地没有神灵古经 叶凡心有疑问 传说金屋族近来 发现了一宗事官他们这一族鼎盛之极的惊天大秘 多半分不开身 能是什么秘密 比神灵古经还重要 叶凡不紧 相传是传说中真正的不死扶桑神术 他们正在确定消息的真伪 燕一熙低声道 突然他变了严肃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五色神衣的年轻男子 降落了下来 呵呵的笑着 师兄 好久不见 一乡可好 燕一熙脸色当时就沉了下来 道 师尊已作画多年 你我各自在红尘练习 所修大道不同 再无任何交集 我听闻 一清五成为了你的心魔 作为师弟 要为你排游解难 今日我们联手将这第一美人捉住如何 这个身穿五色神衣的年轻男子 一脸邪气 我修无情道 你修人语天共 而今你已经堕落成了人魔 道不同 不相为貌 燕一熙言辞拒绝 哈哈哈哈哈哈 无情于人欲还不是一念间 你真是无趣 身穿五彩神衣的男子 看醒了叶凡道 叶兄 我对你身交已久矣 今日终于得见了 不如我们联手 捉住一清五入河 让银天德那个王八蛋去抓狂 叶凡刚想拒绝 但是这时天空中花瓣飞舞 漫天花雨飘落 一辆神眼从远空飞来 降落而下 你就是叶凡 一个婢女飞出 这样问道 哈哈哈哈 第一美人 一清五 要对你出手了 叶兄 我们联手拿下他 正好 身穿五色神衣的男子大笑道 第七百一十二章 第一美人 不错 我就是 叶凡如是答道 这个少女滋容秀丽 身端苗条 眼睛水灵灵 但却明显有一种敌意 文言什么也没有说 退回到了那两十年前 敢问妹妹方明 身穿五色彩衣的男子 一脸的邪气 下流 这名婢女狠狠地蹬了过来 小丫头可不要乱说话 当心本军一会将你掳走 让你明白什么是真名是自风流 彩衣男子眸光妖异 你问我姓名有事吗 叶凡问道 你为何杀了八景公之主的弟弟 神眼内一个女子开口 如同天籁之音 带着雌星 非常的动听 醉到人的骨子里 怎么样 我就说一轻五要向你出手了 再怎么说 也是隐天得未来的道理 身穿五色彩衣的男子 呵呵笑道 他名为丽天 是一个充满邪气的年轻男子 实力深不可测 为燕一溪的师弟 通出一门 其实我并不想出手 一切由隐天得自己去解决 可毕竟在此遇上了你 不得已要讨一个说法 一轻五的声音 如一缕春风俯过 真的很轻柔动听 但是却也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 运在当中如先奉清明 叶凡笑了 对丽天点了点头 这个邪气凛然的家伙说得很对 第一美女摆明是要出手 你确信能拿下我吗 别轻敌 一轻五不仅是天下第一美人 修为也净事 在天之娇女中位列第一 燕一溪提醒道 所以我才说 需要我们兄弟联手 才能够捉住他 与第一美女去一起练习 比什么红尘魔力都强多了 丽天嘴角上扬道 我与你不同 你修人欲 我修情 不要与我多说了 燕一溪又一次拒绝 丽天转身道 叶凶我们联手 我只要他当我一个月的顶路 而后这第一美女一辈子就是你的了 如何 叶凯发现 传音 居然能够被此女节听道 很可怕 是实力真的如此强大 还是修有喻有善谷神术 十二元臣神术 可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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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洁的谈道 他出的建道之威 惊世骇俗 一剑开辟一方世界 内有地火风水轮转 再以世界之力之力啊 该死的 利天诅咒 见到这一情景 他吐出一株九叶金莲 相伴身判 轻轻一震 虚空粉碎 护住了几身 真是要斩计杀绝啊 燕一息也变色 一副美女徒 自其天灵盖冲出 哗啦啦作响 将其护住 叶凡也是神色凝重 他以形自觉冲击 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 步履缓慢 不是那么灵活了 不过 道教九密 终究是最高神术 在短暂的调整后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扑向前方的神眼 想要先擒住一清五 嗡 一声轻散 在其眉心中 冲出了一道神环 色泽银白正亮 光辉闪烁 飞向前方 正是自八景宫夺来的金刚卓 突然 他觉察到了危险 神念门户大开 化成一个黑洞 要将其吞进去 同时想将金刚卓收走 刚才立身在车盘的少女 消失了 而碾车内 也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一清五 根本不在里面 王者神兵 叶凡吃了一惊 方才是在引他入望 等他自己扑进去 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 他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不乏灵活 形自觉一动 与神眼擦身而过 金刚卓化成墨盘大 则结结实实的 打在了上面 发出一串可怕的火星 每一颗都可摧毁一座山 同时 神年有一股强大的犀利 要将宝卓吞进去 收走这件 王者神兵 叶凡轻斥 这是一件可进化为 圣人兵器的神物 怎么能容他失去 他催动兵子觉 让金刚卓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快速放大 照相撵车 要反将其收回来 刷 最终 神年无声的消失在了原地 被一清五收走 没有与之应拼 两件王者神兵 各自回到主人的手中 轰 十二元臣神阵发威 一剑一世界 由混沌物丝飞出 向前杀来 历天催动九叶金连 崩坏一个个小世界 向外冲击 燕一溪 也是展动美女徒 化成一座神桥 通向外界 想要就此跨出去 不过 这毕竟是赫赫有名的神镇 唯能极大 每当他们快成功时 就被逼回来 同一时间 一股让他们惊悚的气息发出 四野有冲销的光滑 蒸腾像是一座永恒的神炉 在燃烧 一轻我 你可真是好手段 要将我们活活炼化在此吗 历天神思一领 四方虚空中 揭旋有一座又一座的古老祭台 都刻有未明神闻 发出一缕缕可怕光滑 交织在一起 广寒仙迹 燕熙变策 这是一座可怕的真闻 被困当中 可将人活活的祭练掉 无法抵抗 事已至此 叶凡相信 早在洛星河上游时 一清五就认出了他们 没有动手 是因为不实权的把握 而今这是有备而来 准备充足 根本不是巧遇 要将他彻底镇压 不给一丝逃走的机会 天下第一美人浑身是刺 真是不好采摘到手 竟然要这么对付我们 今天可能要经历一场大劫 历天诅咒 叶凡也是心中凛然 这个燕京天下滋容无双 惯绝当时的第一美人 还真是不一般 初次相见 就为他设了个杀局 不过他倒也无据 两种神阵虽然可怕 但是却还拦不住他 形自觉可让他突破出去 叶凡避过开天之力 躲过元臣神剑 以诡异莫名的速度 超越空间的禁锢 如一缕闪电一样 跌射而出 哼 紫殿从天而降 成片雷海降落 有莫名的天法临时 披向正中心的叶凡肉客 快退 那是远古的引劫法阵 可引动天劫 让一个人杜劫失败 而成集会 燕一夕叫道 这个小妞真是可怕 准备充足 自己还未亲自动手 就献出了这么多的绝杀 力天眼中闪烁腰衣斜光 面对引劫法阵 叶凡没有推比 抬手在虚空中刻出九个古字 源自道经 可让己身实现永恒 他虽然不怕天劫 但是眼下杜劫的话 只能是肉身遭难 平白遭疲 很难突破新境界 而今想破镜 虚无道 实力加深 他对九个古字的领悟 越来越精神了 遮蔽住了几身之契机 快速冲了出去 哗啦啦啦啦啦 他斗手祭出八十一杆黄金大旗 正是从路鸭那里夺来的 将十二元臣神镇的一角封住 要大破制 啊 一声惨叫传出 一位教主级人物遭受重创 路鸭的宝旗威力惊人 不然当年也不可能让五位绝顶的教主 血剑大旗上惨死当中 好 利天大笑 一角阵纹被撕开 十二元臣神镇顿时出现破绽 他摇动九叶金脸 如一道神红一样冲了出来 其可怕修为可见一斑 只要一丝缝隙就可突破而出 同一时间 燕一溪的美女图 画成了一座红桥 载着他直接的夸了出来 十二元臣神镇瓦记 这师兄弟二人可与当时年轻一代最可怕的几人并论 全力出手 神能惊天 啊 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传来 叶凡以金屋族的宝旗 将一位教主级的人物活活的斩碎 血染黄金起面 如一朵鲜花在绽放 他心中惊讶 这门宝旗威力太大了 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 内运一座上古沙镇 如一尊沉睡的天魔 轰 与此同时 他祭出金刚镯 化成墨盘大 荧光正亮 打出一道永恒之光 撞向引节法阵 同时震碎了虚空中的祭台 古镇全都被瓦解 三人彻底脱困而出 叶凡与利天 一起沙向远处的那辆神脸 想活捉一轻舞 神月脸 晶莹剔透 被花语所缭绕 此时 玉莲分向两旁 一个让日月失色 让山河暗淡的女子走出 这种美 不应出现在人世间 让人感觉不真实 没有一点狭屁的女子 如落神转世 严谨秀相 浩志成怒 明谋善赖 归姿艳意 他身段修长 乌发如绸缎一样光亮 眉心有一点灿灿生辉的红质 平添了无尽的灵气 面对大敌 他在浅笑 让明月无光 让星辰隐去 世间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光彩 唯有他 明艳绝力 我也有心魔了 不能将他捉住 作为顶罗 我难正到 利天一脸的邪气 给你们一个机会 能冲出落星河域 我任你们离去 怡清武如神皇清明 虽为当时第一美女 但却也有一种强大的意志 与不可战胜的信念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过来垂背柔街 我便给你一个侍女的身份 叶凡笑头 第713章 巴德宝伦 怡清武并没有动怒 脸上迷人的笑意不减 如水晶一样的玉纸 拢了拢长发 燕人道 你可真自信 人生怎能不自信 要不然我们来赌一赌 熟了的话 你心甘情愿来垂背柔剑 做我的侍女如何 叶凡道 人生不是用来赌的 也没有人可以赌得起 路在脚下 我为何要去赌 一轻武眼中运灵气 露出淡淡的迷人的笑容 燕一吸走来 低声道 他必有一张 利天邪气外露 很是英俊 但却一看就不是好人 嗨嗨笑道 我就不相信 我们三人拿不下他 他请来的几位教主呢 叶凡搜索 刚才十二元臣神阵风困 意思有十二位教主级人物 这可是相当危险的 不过后来他发现 并非都是真人 故此他们并不担心 而是想在此 秦下天下第一美人 将其掳走 一轻武轻笑 整个人散发着 晶莹的光彩 银铃一样的笑声 滑破宁静的明月夜 在长空下回荡 他青丝飞扬 站在神念上 群衣都舞动了起来 忽然奇异的声响发出 天空中出现一个宝轮 上课八卦稳落 先后有八种神符飞了上去 与其相合 方才的教主级人物 叶凡惊讶 这是广寒宫的镇教之宝 八德宝轮 叶一息吃惊 历天更是干脆 什么话也没有说 挑起来就突围 这个大恶人 在此时表现得非常没有意气 还想走吗 一千五鹤道 天空中八德宝轮转动 射出八道神符 一道比一道可怕 皆化为了人形 截断立天去路 将他轰杀了回来 该死的 他刚才困我们 视为祭此器 让其辅宿 这是广寒宫的无上秘宝 历天诅咒 八德宝轮内运有八种神器 其有绝顶圣主的实力 持在手中可以横杀天下 天下教主无人可压 且相传 若不是此宝被打碎过 会更加强大于可恶 这是一宗镇教之宝 广寒宫一直想修复而未成 别告诉我 以前这八个神器 堪比绝代神网 叶反道 放心 最起码现在不是了 不过 却也有绝顶的战力 最为可怕的是杀不死 除非能将宝轮给夺过来 历天道 杀不死 这还怎么打 这样的秘宝太逆天了 叶反倒吸冷气 难怪这个人魔 见到后立刻就飞逃 他有点怀疑 还有葫芦了 要是此时在手 什么宝贝 什么八位神器 通通的一把火烧成灰烬 我们突围吧 不然的话 这宗宝贝肯定破不开 这可不是一般的秘宝 王者神兵都压制不住 而今叶反面对教主并无惧 但关键是杀不死这些人 这是无比可怕的 不走的话 他们早晚会被耗死 走 三人合在一起突围 八位神器 同时出动 大杀向前 同一时间神念光华大圣 如一轮明月一样 发出月光 每一道 结为一道利剑 这是一辆碾车 更是一件王者神兵 怡青武站在上面 终于是出手了 控制其发出九道混沌光 照耀向三人 碰 历天审判的九叶金莲 被打得乱颤 差点碎掉 他怪叫道 这可不是老师做挂钱 给我的宝贝 这小娘皮怎么这么抢 与此同时 燕一熙遭到压制 美人图哗啦啦斩动 飞出的九尊美人 全被击退了回去 混沌光 是绝代王者留下的烙印 燕一熙飞退 手中的卷图 化成一道神红 如通天之桥一样 垂落向远方 想要突围 轰 突然 一道至阴至柔 无比黑暗的力量 打了过来 一只黑色的大手遮空 将其封打了回去 这是太阴舍利 黑色的大手 像是从宇宙黑洞中 弹出的强决而可怕 一阵之下 十方皆灭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太阴神子 燕一熙大吃一惊 盗飞而去 被生生阻断 去路 又落回了战场中 一个身穿黑袍的青年出现 脸色白如雪 与其服饰 形成鲜明的对比 静静的站在那里 冷冽 而寒气息人 尹天德 太阴神子 三缺道人 路亚 为揭拜 弟兄 也为当今天下 最可怕的几人 此时 这位神子 竟出现了 一请我 你还请来了 哪些人 都一起交出来吧 脸天道 神色很不好看 喇喇也来了 嘎嘎嘎 一个如夜宵一样的声音发出 一个老玉如浑身枯干 皮薄骨头 如鬼妹一样 飘了过来 天咬老 姥 燕一熄惊呼 登登登 向后退了七步 头发都竖了起来 心中发出 脸天更是想跳起来飞桃 奈何被包围了 这是一位天妖体 修行近两千载 实力让人惊悚 拍死的活化石 已不止一两人了 天妖体 叶凡心中一惊 一个真正的天妖体 终于出现了 不像妖月空那样 被人算计 先天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天妖姥姥 近两千岁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信号 这个时代恐怕 没有几人可以看好 还好 是她的一缕化身 本人没有来 我们还有机会 力天的眸子中 射出了两道奇光 看出是其化身 小家伙 眼睛挺毒的 乖 来喇喇这里 给你糖吃 这个老玉的嗓音 跟破罗一样 他向前飞来 这可怎么办 力天也发出了 原本还想倾献第一美人 而今看来 可能要将自己搭在这里了 太阴神子一步一步走来 黑袍斩动 滚滚 太阴胜利冲出 漆黑如墨 一清无浅笑 轻盈躲步 神月撵车在旁 也是逼了过来 而巴德宝伦中 飞出的几尊人影 更是将叶凡他们包围 不能脱困 小心 暗中还有人 叶凡敏锐地觉察到 还有两尊教主级人物在窥视 到了现在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唯有突围才行 但是这却很难 算上巴德宝伦中的八个人 教主级强者就有十几个 就更不用说 天妖姥姥这个 足以震慑当代的巨拨了 更为可怕 孩子 来吧 姥姥疼你们 天妖姥姥笑着 逼着近前 探出一只 如鸟爪一样的大手 抓了下来 就在这时 叶凡上前 迎着那只大手 就冲了过去 硬拼天妖体的大手 叶凶不能碰啊 那是天妖体 叶熙惊呼 大声的提醒 兄弟 自杀也不能这样啊 立天也喊道 后方 太阴神子很吃惊 这个世上 敢肉身 搏杀天妖体的 几乎不存在 且天妖姥姥 修行快两千年了 共餐造化 即便是一句化身 都可杀活化石 另一边 天下第一美人 一轻舞 也目录起色 这几乎是在自杀 他并不认为 叶凡可挡住 铁药体 嘎嘎嘎 孩子来吧 姥姥喜欢死你了 这个酷瘦的老玉 伸出鬼爪 一把就吵了下来 这是要将叶凡 整体抓起来 六道轮回拳 叶凡神色正重 以无双的肉壳 催动这一盖世拳法 生猛地打了出来 如惊雷一样 披在那只乌黑的大爪子上 奇异的声响发出 接着鼓碎 血剑 闷横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 所有人都认为 叶凡被吹 但是却发现 天妖姥姥 跟见了鬼一样的飞退 双手破烂 鲜血淋漓 天妖体的双手 被人打碎 太阴神子浑身被黑暗淹没了 无比吃惊 怡青舞 也是美眸 射出神殿 露出惊异的神色 旁边 燕一夕与立天 则有些发症 原以为叶凡将要隐恨 不想 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人族的摇铁 天妖姥姥 瞳孔深处 射出两道乌光来 神色吓人 道 有多少年 未曾见到了 我以为 早已不可能出现了 没有想到 有一次出事了 生体 几个年轻一代的翘楚 揭露出了惊悍之色 一起妄想叶凡 表情怪异 嘎嘎嘎 天妖姥姥发出了让人惊悚的笑声 道 身体之邪 可是绝世大不要 可让我突破瓶颈 天妖大成 而后 他像是入魔了一样 疯狂攻击 杀向叶凡 不得不说 修行了两千年的天妖体 实力恐怖的吓人 虽然还未大成 但早已经是超越了火花石了 叶凡没有力拼 眼前形势太不妙了 十几位教主级人物在场 如果停下来对决 必死无疑 他运转行自密 如一道闪电一样冲了出去 抓住了唯一的一道缝隙 成功突围 现场的人还没有从叶凡市 圣体的震撼中心悟过来 他已经脱离了杀局 立身在了远处 哪里走 天妖姥姥的化身大鹤 化成一道乌光锥来 说什么也不想放走他 我想走的话 你真神来了也拦不住 叶凡迈不远去 天妖姥姥紧追不舍 结果时间不长就发现 被甩出去了十八道山岭 只能在后面吃尘土 这是天妖急速身法 怎么就追不上这个小子呢 天妖姥姥心中泛嘀咕 无比的愤闷 时间不长 叶凡甩开天妖姥姥 又兜了回来 杀相一清五 要正面对决 而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燕衣西雨立天 就闲色欢声了 不是他们实力不强 而是对手太强大了 八位教主级人物 再加上年轻一代 最可怕的人物之一 太阴神子 以及天女中的第一人 一清五 就是几尊活化时被围住 也得隐恨 叶凡公沙 想要援救 但是发现巴德宝伦 是一座太古沙镇 让他的步伐都受到了影响 叶兄 别费力气了 那老妖婆又来了 当心别被他给伤到 燕衣西道 贫了 这次元气打伤 下次我发誓要将一清五抓住 立天怒道 他们两人彼此看了一眼 而后各自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咆哮 浑身血液倒流 冲出体外 而后两人合在了一起 这个场面让所有人都发呆 两人骨骼琵琶作响 竟然合一了 成为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而后红的一声粉碎虚空 消失不见 原地有一片精血流下 散发出惊人的神力 在熊熊燃烧 两日后 一座古山上 燕衣西与立天 同叶凡 再次相见 不报此仇 我不叫立天 这一次 我要让天下镇静 守一清五为士气 作为我的顶路 立天发喊道 你是不是想动那件东西 不要乱来 燕衣西警告 叶凡起义的看着师兄弟二人 感觉很怪异 他们两人居然能合为一体 可事后他们并未解释 是时候了 该将横宇大帝 帮我们开轿 鼻祖祭练成的神女卢 请出来了 立天一脸邪恶之色 叶凡出使还未注意 但是很快惊醒 道 等等 你说什么 谁帮你们鼻祖祭练了兵器 第七百一十四章 古之大帝的去向 我说错话了 你当什么都没有听到吧 立天脸去邪义之色 神色很肃穆 不对 刚才你说 横宇大帝为你们的祖师 筑了一座神女卢 叶凡盯着他的瞳孔 让他给说个究竟 哎 师兄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愿让神女卢出事 而是有人知晓了 该让他重现时间了 立天道 不行 燕一熙 言辞否决 这可怎么办 你看 一个外人知晓了这则秘密 要不然 我们俩联手 将叶兄给宰了 如此 可以让神女卢 继续的埋葬山中 立天说的一本正经 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样子 他这个人狠邪 按他以往的性格来说 真有可能动手 不然 燕一熙 也不会说 他是堕入魔镜了 你趁早死心 燕一熙盯着他 哎 叶兄啊 要不然 咱俩联手 将我师兄宰掉算了 他这个人哪 太武趣了 立天很认真地说道 你们两人 叶凡盯着他们 他现在就想知道 横宇大帝的密信 对于神女卢 倒不是那么关心 叶兄 你别以为他是说笑 他是真想杀我 过去已经出手过五次了 都几乎差点成功 燕一熙道 师兄 而且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 不破不立 道不拓 如何斩 立天很认真地说道 燕一熙沉默了 这个道理他也懂 他们这一传承 该打破陈规了 这样下去会越发没落 你要知道 他一出事 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他神色正重 盯着立天 似乎这件事极为严峻 别这样看着我 神与卢 恶名昭著 一出现 确实要人人喊打 但你也不能这样 就不敢用吧 改变要从现在开始 立天 沉声道 叶凡在旁听闻 总算是知道了一些隐移 这两人的传承 在上古年间来头大的下人 名为 仁玉道 这是一个无比强大的 上古道门 修人道 有六玉天宫 也有 崭晴大法 一门内 有几种非常对立的古道传承 当年 该道们 一位企图 修成六玉天宫 无人可敌 回返石门 抢走圣兵神女炉 祸乱天下 立天道 唉 不说了 那个前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的目标 但是 太招人汗了 他生前无事 作画后 天下诸雄并起 将我仁玉道 给灭了 神女炉 一往收集了 天下美女 无论是 仁王殿的神女 还是广寒雀的仙子等 没有走掉一个 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子来说 是一段 无比黑暗的故事 燕一熙 不冲闹 叶凡算是明白了 神女炉 臭名昭著 难怪 仁玉道 被灭 这一半幸存下来的人 也不敢取出来用 你确信 那破炉子 是横宇大帝 为你们祖师祭练的 什么破炉子 那是一件无上圣兵 好不好 最起码 引过了 四名圣人的血 历天很不满 叶凡对这座 恶名传千古的炉子 不是很在意 他只想知道 横宇大帝的往事 为何显化在紫微古兴玉 你不会是域外的人吧 连横宇大帝都不知晓 当听到叶凡又一次询问后 历天警道 燕一熙也露出异色 域外的人来这里的多吗 叶凡问道 几乎没有听说过 古路早已断了 也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燕一熙回答道 历天惊异的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只听说过北斗星域 那里有一颗生命古星 据说上次的太古大圣 就是从那里起航的 哎 我就是自北斗星域流浪过来的 叶凡答道 他知晓肯定隐瞒不了 且也没有必要 什么 真是域外的人 能否带我去北斗星域 我还想见识一下 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的 历天无比兴奋 你以为这是在旅行吗 我是九死一生才到了这里 叶凡简单的说了一些经过 横宇大帝出生紫围古星域 这则消息经得叶凡有些发懵 不过其是在域外正道的 仅回来过一次 而后就彻底消失了 他与仁义道的开山鼻祖 是同时期的人 且年轻时还是挚友 正道回来时 帮其筑成了神女炉 限于才智的原因 此炉虽出自大地之手 但却也只能是一件无伤圣兵 不可能入地级蓄炼 竟然是这样 叶凡正正出身 哎 大帝为何跑到北斗星域了 历天嘀咕 而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你们那边会不会有一两株 不死神药 我想能有五六株以上吧 叶凡如实回道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一个世界能诞生一两株 就是极限了 你们那里 燕一熙都吃惊了 露出不解之色 我听说的几种 都是自太古年间 幸存下来的 相传若是未有变故 会多上几株的 叶凡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历天无比激动 而后问道 都有哪几种不死神药 万龙巢 有真龙不死药 不死山 有玄武神药 古皇山内 有神皇不死药 叶凡道 燕一熙发呆 道 这是真的吗 太古时刻有记载 真龙不死药 诞生在 紫围古星域 不过 世人从未见过 怎么到了 北斗星域 还有神皇不死药 肯定不属于 北斗星域 远古时 有一位 域外大圣来过 说是想寻回 自己世界的 神皇不死药 他绝非 北斗星域的人 不会吧 难道 古之大地 都前往了 北斗星域 那里有什么 值得 他们 前去那里 历天 心中一惊 觉察到了什么 北斗星域 有几道地兵 但若除去兵器影响 总体实力 不及紫围古星 叶凡这些日子以来 见到了很多大教 都威名赫赫 教主及人物很多 他两相对比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古之大地 接前往北斗星域 叶凡一阵失神 原来那几位大地 可能来自不同的古星域 他们在寻找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最终 有的人死掉了 而有的人消失了 是不是 达到了目的 这可是一件 惊天大秘 北斗星域 一定有不同 寻常的东西 让古之大地 都感兴趣 成心 最终 叶凡吐出这两个字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对于古之大地来说 这是他们 唯一的追求了 因为他们早已登临 人事决定 而后 他又想到了星空古路 默默不语 心中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在一处破败的洞府中 历天与燕一溪 将一座被香灰埋葬了也不知道多少年的古炉扒了出来 他形似一个神女横卧 碎痕斑斑 这是一块神筒造刻出来的 而后又百般锤炼出城 出自横宇大地之后 叶凡四级秘境修的是横宇经 而今稍微一运转 原本死气沉沉的古炉 顿时发出一片光滑 你 燕一溪与立天都一惊 胖乔学过一卷横宇经 叶凡道 这些好了 我们联手将所向批民 立天信心满满 人遇到也有一套空炉之法 是横与大地所留 他们师兄弟二人都有修炼 半个月来 卢州很不稳定 长生关与人王殿互换神灵古经 不了了之 那一夜发生激战 没有人得到什么 最近一则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 不死扶桑神术出世 震撼了这片大域 金屋一组几乎全都出海了 去寻找这株 关乎他们这一组 能否正道的山谷神术 怪不得 我杀了金屋九太子 他们都没有动脚 原来在忙这件大事 叶凡与立天 还有燕一溪行走在卢州 听到了很多传闻 也不知道有多少高手 赶往北海 太阴神子去了 天妖姥姥去了 仪清武去了 金屋一族去了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鸟 我们也去 你神女卢 多来扶桑神术 立天道 北海黑茫茫一片 木浪翻腾 浩瀚壮阔 按照紫围古兴玉的记载 扶桑神术诞生于东海汤谷上 不知何年何月消失了 而今金屋一族从一座古老的遗迹中 挖出了一角残土 德西这株不死树还在这个世界 长于北海中 大洋无际 黑色浪涛卷到高天上 将天上的云朵都震散了 声音震耳欲聋 叶凡他们进入北海 对这种壮阔的场景不为所动 所关心的仅是来了多少高手 而今叶凡进入仙台二层天不久 加上八进领域可占绝顶大能 甚至可立敌火化石 不过却也并非无敌 一方教主哪个不是天资卓绝之辈 虽然不能像叶凡那样触及八进领域 但是跨三四进是没问题的 而今神与卢在手 即便是巴德宝伦中的拥有不死身的神奇出来 也照样抹杀 历天信心满满 他们出海九日了 沿途遇上了很多强者 也发生过一些大战 但依然没有佛丧神术的线索 忽然 千方仙月阵阵 金光冲天 将整片海域都映照得一片金黄 难道是神术出事了 叶凡他们快速冲了过去 这片海域已经战道沸腾 许多条身影在争斗 数十只金屋纵横 如一道道神洪 海中有一座岛屿生腾而起 破出水面 这是一处善古洞府 今日出事 在其石门上插着一段树枝 如黄金柱成 金泽灿灿 要出光辉 福丧神志 这里有重要线索 人们惊呼 嘎嘎嘎 孩子们 你们又来了 天妖姥姥从天而降 一下子发现了叶凡他们 这个超越活化石的存在 与一只老金屋站在一起 连妹而来 老东西 力天咬牙 同一时间金屋族许多人往来 盯住了叶凡 眼中充满了丑憾 那只与天妖姥姥 站在一起的老金屋 眼中神盲射出 锁定了叶凡 一步一步走来 四宗族 他就是那个叶姓强者 要斩了他 为九太子报仇啊 旁边有金屋族的人出言 让我来吧 我需要他的血肉 天妖姥姥开口 先金屋族四宗族而上前 吃笨叶凡而来 他为天妖体 法力深不可测 活化石在其面前都不够看 金屋族的老祖自不愿得罪 乐得让他动手 清场了 闲杂杂人都退后 天妖姥姥威慑所有人 这可是他的真神亲质 无人敢与其对视 不错 是该清场了 燕一熙也冷笑 姥姥甚是想念你们 过来吧 天妖姥姥笑得很阴森 如一个万年老鬼在哭一样 可是我很讨厌你 现在清场 一反开口 掌中拖着一个拳头大的鼓炉 我闻到了生体鲜血的味道 天妖姥姥森染的舔了舔 干瘪的双唇 太阴神子来了 一清五也在那边 这次不能放过 力天呵呵的说道 还是先解决这个老东西吧 一反运转航语经 一下子将神女炉寄了出去 圣人之危 铺听盖地 啊 天妖姥姥大叫 距离实在太近了 他根本没有料到 有无上圣兵出现 浑身鬼裂 第七百一十五章 汤谷扶桑 一个拳头大的铜炉 可以说很小 有如神女横卧 被叶凡托于掌心中 射出一道道神下 他不过是随意催动 前方的天妖姥姥就承受不住了 凄厉大叫 浑身出现一道道 猪网一样的裂痕 啊 天妖姥姥惨呼 天妖穴 如自那些裂缝中射出 如一道道极光一样炫目 他的骨头在碎灭 他的肉身在崩溃 那什么兵器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惊悚与疑问 那可是天妖体啊 为妖族中数万年难得一见的可怕体质 肉身强大的与神兵古堡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此时 他却被一件兵器所射出的契机所洞穿 压制的没有还手之力 这有多么惊人 轰 在这一刻 一股铺天盖地的圣人气息 瞬间将汹涌而出 将黑色的北海都定住了 上千米的大浪被蒸干 天际的云朵溃灭 拳头大的铜炉虽然很玲珑秀小 但却如一头开天辟地之初 就存在的神奇在觉醒 横扫与震慑无尽的海域 这是 一件无上圣兵 许多人大叫 在这种极可贯穿诸天的磅礴气息下 都颤抖了起来 但凡站在近前者 漠不坠落 更有许多人 不受控制的膜拜 啊 天妖姥姥大叫 他的肢体在分解 首先是双臂断掉 而后是驱赶裂开 强大如他也无法抗争 天妖体也承受不住地病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修之大成 不能如当年的白衣神王复生时 一样破解危局 天妖姥姥一声嘶吞吐日月精华 远处几辆青铜古车飞来 挡在他的身前 结粉碎 啊 几声惨叫传出 这是他的四大弟子 每一个人都有了教主级的修为 被他以秘术召唤来 替他受死 四大高手行神俱灭 没有一点的悬念 连挣扎一下都不能 这就是圣兵的威力 远处 其他人健壮及害 但凡还能动的人 全都亡命飞逃 比见了阎王还要恐惧 这样的兵器怎么对抗啊 在其面前 连楼椅都不入 神体 快停下来 天妖姥姥一神念大吼 他心中怕到了极点 他可以活到四五千岁 而今不过刚走了一半的生命历程 将来一旦大成可无敌天下 即便是现在 他都可以抹杀火化石 早已步入仙台三层天多年 只有少数祖宗辈分的人物 可与他争取 若无意外 在圣人不出的年代里 他将来会军临天下 前路无比的辉煌 他不想这么死去 老妖婆 你要是能活下来 真是天理难容了 不过以神女卢来灭你 实在是对他的一种亵渎 在上古年间 他所收的尽是天下角色 而你却这么的难看 都到了这种境地了 历天还不忘记一番贬持 叶凡催动神女卢 不真正掌控 永远不知晓圣兵有多么可怕 根本就是非人力所能抗衡的 最起码 他现在觉得 若是被打中 即便是他的无双肉壳 都会成为肥灰 根本就没有一丝希望 不过 无上圣兵的消耗 也是极大的 强大如他 而今也不过 催动出了部分威力 难以尽数发挥 怪不得每一件圣兵 都是镇教之宝 不光是因为他那 无可抗衡的威力 还需要举教之力去催动 然而 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即便叶凡只能催动出 一缕圣威来 灭杀天妖姥姥也足够了 他轻轻一震 掌心中拳头大的神女卢 惊盈欲滴 射出一道烟霞 落在天妖姥姥身上 打碎他四十三件秘宝 没入体内 他发出最后一声大叫 天妖不死神 而后 整个身体就分解了 元神想借助天妖不死大法逃走 但却被另一道烟霞打中 一带天妖还未走向大城 就结束了这一生 圣兵之下 一切都未接会 他就此从世间出名 太阴神子 你给我站住 一清五小妞 你哪里逃 立天叫道 催促叶凡赶紧动手 奈何 在攻杀天妖姥姥的一瞬间 这两人驾驭神月碾车 飞顿了 速度几快 现场的人几乎跑了个精光 这样一件兵器在此 谁敢抗衡 叶凡解决掉天妖姥姥 对圣兵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兵在手 天下可走 几乎没有人拦得住 金屋族在飞退 速度虽然快 但却快不过叶凡的速度 这是他重点招呼的对象 那只老金屋很可怕 速度快的 与闪电有的一拼了 啊 最终 圣兵的飞起的刹那 他终究只是发出了一声惨叫 神女炉放大 从天镇压而下 他成为了结辉 太可惜了 一清五那小牛太滑溜了 第一个就逃走了 这该死的天妖老太婆 没事显摆什么 缠什么乱 立天遗憾与诅咒 这片海域的所有人都逃走了 只剩下一座海岛生出水面 一座洞府险险 扶桑神术的嫩智 的确出自不死神术 燕一息惊呼 来到洞府前 取下这条黄金一样的枝条 无尽的灵气在汹涌 可怕的太阳胜利在运转 他当场又丢了出去 手指都几乎被点燃 叶凡接到手中 运转太阳古经心法 顿时感觉通体舒态 差点舒服的大叫出来 他在宇宙中 炼化了一片太阴太雾 一直阴胜阳虚 而今得太阳胜利滋润 自然最为合适不过 若是能寻到真正的佛丧神术 我汲取无穷的太阳胜利 说不定可以再做大突破 这座洞府很小 虽然霞光乱射 但是并没有什么西式灵宝 只有几把圣主级兵器 还有一脚海域图 这是一脚残土 指向汤谷扶桑神术 汤谷自东海消失了 不曾想被人以逆天大法力 移到了北海 留下一张古图 半日后 叶凡他们听闻 在其他海域 另有人得到残土 指引汤谷在何方 显然一张海图被人分解了 两日后神女卢出世的消息传遍北海 近乎近人皆知 天妖姥姥都被杀了 好可怕的兵器啊 历天宇燕一夕 嘀咕了此卢的鸣亲 惹得路上的许多高手 德西都赶来了 当然 并不是因为他名声响亮 惊艳万古 实在是因为他臭名昭著 在古史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恶名 远古是 人遇到的企图 以他一往收尽世间美女 天下角色从此无还言 天下诸多的俊艳共讨之 可以说 神女卢一臭十几万年 提起来就让人咬牙切齿 尽管他是一位大帝组成的 该死的银贼教又出事了 抓住他们的船人 一定要进行攻刑 在这片海域行走时 历天听到这样话语 下意识地冰拢双腿 而后诅咒了一句 他骂他 燕一夕超翻脱俗 一向风流涕塌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有少女环绕在旁 而今却成了静街老虎 现在不要说少女 就是老玉 甚至是一只雌性的蚊子 见到他都要飞逃 见到这种情景 温文尔雅如 他也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爷爷的神语炉 半个月的时间 叶凡他们又开启了一座洞树 得到第二片海域残土 且这条黄金神之内运的太阳胜利 也被他所吸收了 一定要找到赴丧神术 叶凡觉得 如果能够得到不死神术内运的太阳胜利 他所修的太阳真经一定能有所突破 共有三十六冬天 我们不过得了其中的两分宝图而已 源源不够啊 历天道 他对扶桑古神术没有什么念头 只想进探古 那里可是一处神地 相传太阳古皇作画在此 一位古皇的全部神赃啊 终于是要出事了 一定不能错过 这是所有修士的心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北海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大战 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契机所影响 三十六冬天全都出事了 各大势力都得到了一脚残土 少数占尽天时地利的人得到了两三脚 唯有拼在一起才能够确定探古的位置 最终浩瀚北海中所有修士相伤 放下成剑暂时合力寻到唐古 当中属金屋族最迫切 而在这个过程中唯有一点很不和谐 神与卢太过臭名远播 让许多修士克制不住 想要出手 但是连金屋族都忍了下来 没有对叶凡他们动手 其他人也自然不好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事了 金屋族在远古年间出过一位大圣 肯定留下了传世圣病 要小心呐 演习的 情况不怎么妙 广寒贡人王殿长生道观太阴教 哪个没有生病 这次肯定是都带来了 利天也促美 将要进入坛古 寻找太阳古皇留下的神葬 这些大教肯定都会写镇教制宝而来 不过他们没的选择 想寻到贪古就必须要合作 与众人的合在一起才能够拼出全土 有神与卢在 我们应该能自保 合作吧 最终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 这一日北海风平浪静 海水黑的甚人 偶有鼓兽出没 露出山一样的部分躯体 景象骇人 天空中 三十六角残土合一 成为一片海域神土 指引向一出神秘之地 贪古 好复杂的古土啊 需要与诸天星辰对应 才能慢慢推理出在何方 在场的人都是不朽传承的掌控者 见识等自超人一等 第一时间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中的奥妙 广寒宫的圣兵 持在了一青五的手中 金屋族的圣兵 被鹿鸦背负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燕一吸道 哼 管他有没有圣兵 一青五这一次 在街南逃了 历天 打开神女炉 里面 竟然有一座小祭台 他认真的 在上面 刻上了一青五的名字 师弟你 燕一吸 别测 师兄 你太无趣了 神女炉都请出来了 难道还不发挥他的真正的威力吗 历天 呵呵冷笑 而后对叶反道 叶兄 一会儿我们合作吧 一青五跑不了 会被我们给收服的 一些巨头钻研了数日 这张神图 终于被揣摩出了奥秘 推测出指引向何方 每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在北海中前行十万里 每当四项二十八星宿出现时 又迂回而近十万里 就这样 走走停停半个月 他们来到一处神秘的海 一座古岛坐落在了黑色的海洋中 上面生机勃勃 鼓药无尽 药香扑鼻 最让人惊悍与心动的是 在岛中有一株古墓 色泽金黄 如黄金铸成 黄金叶片风貌 流动太阳胜利 再次